舒豪会被交易吗?交易日临近,各支球队都在寻求阵容升级,由 骑士正在竞争季后赛席位的球队,总经理们显然在忙个不停地接听电 话,在各个谈判桌中周旋,这赛季的交易市场上,安东尼戴维斯当 人事主角,其次马克加索尔,麦克康利,波尔金吉斯们也拿了布 少的戏份,但除了这些吸引多数球迷眼球的大交易,还有一些小修小 补的补强也值得球迷关注,尤其是那些没有太多操作空间又需要提升 阵容厚度的季后赛球队,他们更有可能去尝试做类似的交易,这 些潜在的季后赛球队以原目标名单中,林书豪就是其中之一,本赛季 的林书豪被交易至老鹰,但在这支球队他需要为老鹰锻炼特雷羊儿 让步,同时林书豪在职业生涯这个阶段显然也更想去竞争一些荣誉 他也有足够的能力为一支季后赛球队打球,有趣的是,林书豪进 七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发了一条动态,然后引用了交易截止日的话 提,这是不是也说明他有离开老鹰,加盟一支能实现自己想法的队伍 那,不管是为了下一份大合同,还是去竞争更高的团队荣誉 那,么,如果老鹰决定放走林书豪,那么哪支球队使他的潜在下加呢? 开拓者,利拉德需要替补空位之前开拓者和林书豪之间传出过 非文,尽管他们最近通过交易换来了胡德,但这不代表他们就不需要 林书豪了,虽然胡德和林书豪都是作为第二阵容的后场得分手,位置 有所重叠,但两人之间还是有一些细节性的不同,而且,仅仅换来一 各胡德似乎还不能让开拓者有太多的提升,胡德的打法更接近于 投手型的得分手,虽然他也能够持球,赞得分才是他在场上的主要任 不,组织起第二阵容攻势可能还稍微欠缺火后,当然,埃文特 那可以扮演这个角色,但说到底他们还是缺少一个在双枪下场后足够 优秀的控球后卫,休赛期的一笔针对性签约,赛斯库里,没有 解决这个问题,在这里要明确一点,胡德是投手,赛斯库里是 投手,尽管输好也是用个人进攻带动整体的后卫,赞不同的是,他能 够通过和大个子打挡拆,或者推反击来创造进攻机会,赛季至今输好 总共发起219次挡拆配合,每回合收益0.941分,反击则是1 13次,每回合1.257分,这样的效率能够算得上优秀了 所以,这也是开拓者现在缺少的,一个能够在双枪不在场时,继续持 球保持顺畅进攻节奏的球员,同时,舒豪兼备无球属性,也能够合力 拉德,麦克勒姆混搭,举个例子,林舒豪如果加入开拓者,那么他在 球队的角色应该是和本赛季雷霆的施罗德类似,而后者让雷霆收一波 多,自己也打出了不同于以往在老鹰效力的风评,舒豪本赛季年 新为1376万美元,开拓者队内有6位年薪超过千万的球员,而卖 耶斯莱昂纳德会是他们想要甩掉的一架合同,如果能用莱昂纳德换 到林舒豪,那么开拓者当然乐意,暂转到老鹰角度去考虑,他们没有 理由为开拓者吃下莱昂纳德这份一架合同,不过,处于重建阶段的老 鹰也不是没有能力吃下这份合同,换句话说,如果开拓者能够在 交易中加入足够的选秀权,甚至是首轮签,那么老鹰也有理由去做这 比交易,收集更多对重建有帮助的资源,国王,回加州打球,国 网友空间可以直接吃下舒豪这赛季的国王还在竞争季后赛席位 现在他们仅仅只是落后于西部第八的快船一个盛场,所以在交易日前 升级阵容会是他们考虑的操作,尤其是他们的阵容名单中有充足的可 利用的交易资源,如果进行补强,那么空位替补会是国王的首选 虽然福克斯和伯格丹诺维奇都能够作为球队的组织核心,但除了这 两位球员,国王似乎没有符合季后赛球队标准的一号位,弗兰克 梅森虽然潜力不错,但现在国王最不缺的就是潜力,他们现在更需 要的是把潜力对县城级战力,如果能用一些阵容边缘球员做交易升级 阵容,那对于国王来说为何不可呢,而且,国王有足够的薪资空 兼去吃下林书豪的合同,他们仅仅送出约及费雷尔就能完成交易 回忆些对球队重建有帮助的资源,像弗兰克梅森,拉比西埃,或 这一些四轮选秀签,都是符合老鹰需求的,76人,书豪会是他 门的季后赛奇兵吗?近日,ESPN报道76人有兴趣交易老鹰 对中风戴德蒙,而他们开出的报价是福尔茨,那么,他们有兴趣 用这样的报价去交易林书豪吗?对于老鹰来说,能够用林书豪换道符 尔茨显然是可以尝试的一笔交易,不过,如果以76人的角度去 看,虽然他们缺少第二阵容空位,只有麦康奈尔一位替补空位,但是 记上本西蒙斯和吉米巴特勒都是能作为球队组织核心使用的球员 其实麦康奈尔是不是也足够76人轮换使用了呢?林书豪真的会比 麦康奈尔更好吗?我对此表示疑问,比起戴德蒙,76人交易林 书豪的优先级要更低,那费城有没有兴趣打包两位球员呢?但是,林 书豪和戴德蒙两位球员的年薪加起来超过2000万,如果76人要 配平工资,那么显然要把威尔森钱德勒加入交易,暂76人对内美 有足够的3、4号位摇摆人,同时76人本赛季已经做出过一笔大交 亦了,作为一支东部前四队伍,显然需要更稳定的球队环境,而不是 平凡的进行人员变动,当然了,如果老鹰选择买断林书豪,那么 76人或许会有兴趣牵下他,在不动现有阵容的情况下,林书豪对于 76人的空位线显然也是一次补充,要知道上赛季季后赛首轮他们就 是靠着贝里内利、伊利亚索瓦两位赛季中牵下的骑兵压制热火的 留在老鹰,作为球迷,我们当然希望看到书豪能够在季后赛中 表现自己,但这也并非是必选项,如果没有球队和老鹰就林书豪的交 一谈判达成一致,那么本赛季就在老鹰继续和卡特代年轻球员成长也 不是问题,书豪刚刚在亚特兰大战稳脚跟,被交易对于球员场内 外生活而言总是不轻松的事情,还有,虽然书豪现在为一支重建球队 效力,但如果他能够在这支球队里展示出带领年轻球员的导师气质 那么这也会被其他球队看在眼里,从而获得了一支留在联盟里打球的 资本,毕竟,书豪也是超过30岁的老将了,布拉德 声明,新浪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禁止转